8日前夕 我們來參加我們健康安全夥伴的簽署 我們世界治安衛生日 我都知道以前叫做工廠 但是事實上 從正面進行的態度來講 都希望促進治安財產的減少破綻 事實上 我們的老公朋友們 從過去一個幸福的工作環境 到一個幸福的慣幸的工作環境 我們現在希望說把這個治安的問題變成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坦白講 醫生老公不大於是很重要的 但是能讓老公能夠在安全的工作職場來工作 更是重要 那我覺得其實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要簽署健康安全夥伴的這個宣言 希望說在這樣的一個規範 能夠拉 糾集更多的這個健康安全夥伴 大家能夠做好職業安全 希望打造臺能成為一個治安的城市 我們是有綠南 也不是有文化 我們是有美食 但是職業安全是我們最重要的 畢竟沒有安全 沒有健康 什麼都沒有 所以希望說打造臺能成為一個職業安全 勞工 對勞工友善的一個城市 OK 可能是一個文化城市 可能是個美食之都 但是不管怎麼樣的一個特色 城市打造城市怎麼樣的特色 最重要是安全 就跟現在防疫一樣 沒有健康 什麼都是假的 沒有職安 什麼都是假的 職業安全不僅是勞工個人的事情 更是企業的事情 為了提供一個好的一個工作環境 為了讓這個勞工 這個在一個好的工作環境裡面 能夠這個近期的發揮 他的一個強項跟專業 我們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讓勞工能夠健康的工作 安全的工作 這一點是我們絕對強調的 昨天在台北市發生了這個KTV大火 KTV也是一個 除了是一個娛樂場所之外 也是一個職業工作 也是一個職場 發生了那樣子的事情 這個許多不幸罹難 還有受傷的人 有KTV的員工 那就是職安事件 有消費者 那就是一個消費場所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想職業安全 健康這個工作 絕對是我們最高的指導原則 台南市政府 勞工局 以及我們職安處 一定盡全力來維繫打造一個好的安全環境 跟所有的企業朋友一起努力 能夠讓台南市的勞工 朋友們 不僅覺得說台南是一個溫情有愛的城市 也是一個職業安全的城市 在此祝福大家在4月28日 職安日前夕 大家都能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不是只有4月8日職安日 全年都是職安日 我們一定要打造更好的一個環境 祝福大家平安喜樂 謝謝 平安健康 終生第二祥 請撞鐘 2月安全健康 我們保障勞工的工作條件安全 讓企業等於永續經營 平安健康 終生第三祥 請撞鐘 終止疫情 期盼我們大家回到平安的日子 讓老公朋友能夠安穩地工作 安心地職場 ís伽工 孔健康 請多謝謝 感谢观看